好的 今天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 就是周昨天的中華代表隊的男子 射擊高手楊坤壁 他台灣時間的8點50分 將參加不定向飛吧 那第二天的第二輪的賽事 那這位2018年的亞運選手 2019年世大運金牌射手表示 一切隨緣 因為他說他越想進決賽的話 那可能就會離他的距離越遠 那楊坤壁在第一天的前三輪比賽當中 一共是射丟了三個泥盤 總分72分 戰軍21名 因此他在今天的後兩輪的賽事空間 他是沒有失守的一個空間的 他必須滿把才有把握晉級決賽 楊坤壁在上一屆的里維奧運 成績是名列第25名遭到淘汰 那他這次是想要晉級最後的六強決賽 五輪的總分要達到122分才有把握 那另外我們來看到 就是在高爾夫的賽事部分 因為今天除了射擊之外 事實上還有高爾夫球 在高爾夫球賽事 今天是正式要開打 那我國的旅美職業好手 潘正宗 他也會在今天的台灣時間上午的7點52分 開打他的第一回合開球 那這次也是潘正宗他第二度 披上中華隊的戰袍 為國家來爭取獎牌 那潘正宗呢 是32年來 第一位在美國職業高球 巡迴賽奪冠的台灣選手 他希望要在奧運拿出一個最佳的狀態 同時他也將帶著他的最強甘地 是誰啊 這位甘地就是他的太太 林依君一起出戰 因為其實最了解他的妻子 將會在精神方面給他提供很多的幫助 不過潘正宗他也說 妻子是除了奧運的比賽甘地之外 其實也是他的老闆 家裡的老大 看來是 那在昨天還有很多的一個賽事 像是昨天大家都很關心的 就是羽球了 中華隊的羽球王子 王子維呢 那在東奧羽球男單分組賽的最後一戰 面對的是愛爾蘭籍的越南裔軟日選手 那他在苦戰了78分鐘之後呢 是以分組二連勝晉級到了16強賽 那首度站上奧運殿堂的王子維 面對世界排名第56的軟日 是陷入了苦戰 因為在賽前其實大家都相當看好他的這個方面 但是沒想到是意外陷入苦戰 不過在重新調整了這個節奏之後呢 他是逐漸拉大了差距 並且成功挺進到了16強賽 而王子維16強賽的對手呢 很有可能是誰 很有可能是丹麥的安賽龍 他跟安賽龍兩人生涯對戰中對戰兩次 都是由安賽龍來拿下勝利 不過最近的一次交手 已經是2019年4月的馬來西亞公開賽了 我們也希望他後面的比賽能夠一路順利 那除了他之外呢 當然另外一位就是我們的周天成 我們的羽球異哥了 那世界排名第四的羽球好手周天成呢 他是出戰了加拿大排名33的楊燦 那在面對19歲的這位年輕小將的時候 也是意外 在昨天也是意外地陷入了膠著的戰局 那周天成是靠著很豐富的一個經驗 苦戰了足足三局 最終才拿下勝利 順利取得分組第一晉級八強 也成為了台灣首位 連兩屆奧運打入最終八強的一個好手 那周天成的下一戰對手呢 一般預料是2016年的里約奧運金牌得主 成龍 對 叫做成龍 那還有另外一位呢 就是馬來西亞的異哥李子佳 這兩位成龍跟李子佳 他們之間的勝方將會對上周天成 那對此他也透露說 接下來會先看對方的比賽 了解一下對方的一個狀況 之後呢 他再來擬定這個戰術 那其實在我們中華隊有相當多的賽事 都相當值得我們的一個關注 那在之前的射箭男團的部分 真的是讓大家看得是相當的開心 獲得了銀牌嘛 那在獲得了銀牌之後 這三位好手事實上都引起了國人的一個普遍關注 但是這一位選手 他竟然有在他的IG裡面 大家發現了一些不大一樣的一些狀況 說你的畫風怎麼不對啊 這位是誰 鄧宇辰 鄧宇辰呢 是不是這一位又帥又熱愛 二次元一些動漫作品的人啊 他其實是一位成功的宅宅喔 網友們到他的IG之後發現說 原來鄧宇辰平常除了PO射箭的一些照片之外 剩下最多的就是他PO自己的一些動漫的收藏品 有哪些收藏品呢 大家可以看畫面這邊 你看一些人偶啊玩具啊這些的 那甚至他在國訓中心訓練的時候 他也不忘記帶上這些黏土人 他自稱是老婆們 陪他一起安心的訓練 甚至連他自己的這個愛車有沒有 上面都噴上了動漫角色的一些噴會 我們叫做日本的痛車啊 這有個名詞 然後騎去國訓的中心相當的威風喔 真的是走到哪裡 他都要和自己心愛的動漫作品走在一起 那在鄧宇辰獲得了銀牌之後呢 有網友也立刻用遊戲FGO裡面的台詞去問鄧宇辰說 你自己在射箭的時候 會不會也說出這個弓箭手Archer的名台詞呢 鄧宇辰也迅速的就玩梗 馬上接過這個梗喔 他就說我會喊Stella Stella是在遊戲裡面 因為叫做自爆弓的角色 他一旦射完弓箭之後他就會自爆 他來自嘲自己射箭之後馬上就會爆掉 讓許多的玩家和動漫愛好者 都被鄧宇辰的幽默回答給鬥樂了 也讓許多網友看到他這樣子開玩笑說 這年頭你沒有拿個銀牌 你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宅宅了 直呼鄧宇辰簡直就是宅宅之光啊 好這個東京奧運裡頭呢 因為這個選手村傳出有部分的食材 是來自這個福島災區 也引發了南韓代表團的意見 所以這一次奧運呢 南韓是自己帶了人手 在這個選手村的附近飯店呢 開設了飲食支援中心 也為自家的選手來製作餐盒 那麼透過路透社的畫面來直擊 要帶您來看到這個南韓呢 為他們的國家代表隊 有什麼貼心的服務 他們不但租下了一整間的飯店 還自己帶了24名的廚師 還有營養師 還有專門從南韓送來的食材 光是這些食材的費用呢 就花了韓元兩億 折合台幣大約是530萬元 那麼這個飲食支援中心呢 每一天會做400個餐盒 提供給選手還有工作人員 那麼這個南韓的廚師團隊呢 自從入境日本之後 負責人呢 每天4點 凌晨4點就開始工作到晚上的8點鐘 而南韓自家選手呢 對於他們的餐和反應也是相當的熱烈 因為可以吃到家鄉的泡菜 相當的開心 不過這個南韓官方是低調的表示呢 他們其實沒有要求運動員不要吃來自福島的食材 好 回到我們自己中華隊的身上喔 這個柔道 跆拳道代表隊呢 昨天是搭機從日本載獄返台 獲得銀牌的楊勇偉呢 還有拿下跆拳道銅牌的羅家琳也都成為了焦點 在這個回國的隊伍當中呢 可以看到昨天這個楊勇偉呢 他身穿中華隊的進場服裝 那麼他也親自透露原因表示說呢 他特別穿了這個中華代表隊進場服回台灣 是因為呢當時這個賽程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參加開幕式 心裡覺得沒有機會穿到這樣子帥帥的進場服 有點可惜 加上呢他這一次比賽 獲得了大家的支持 關注還有鼓勵 希望呢可以用比較正式的服裝 好好的向所有支持自己的 還有支持台灣柔道的人 來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那麼有很多楊太太看到之後都說太帥了 簡直像是空哨一樣 昨天呢在桃園機場 他也接受了大批媒體的訪問 他說呢雖然沒有拿下金牌有點難過 但也霸氣的宣布要挑戰 2024年巴黎奧運要贏回金牌 除了很多楊太太之外呢 最近也多了很多王太太 游泳艦將王冠宏呢 年僅19歲就闖進了奧運殿堂 也被封為是台灣的蝶王 他帥氣外型呢 擄獲了大批粉絲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自稱是王太太 說呢看他比賽簡直口水流滿地 還連這個男生都說戀愛了 也有不少廠商找他代言 儘管呢這個200公尺的準決賽 他失常沒有辦法晉級 不過在今天呢 還是有100公尺的賽事 GO 分類一旦整個雙臂潛入水中 王冠宏已疊式闖進奧運 代表我國出賽後一戰成名 年紀19歲就被封為台灣蝶王 而他帥氣外型更是引起暴動 擺一起pose 架式十足 擁有立體五官 韓系單眼皮 還有太平洋寬肩和結實的胸肌腹肌 穿上襯衫更像韓國小鮮肉 出賽奧運包含日系手錶行李箱 都贊助他航頭 日前中華隊隊服走秀 穿著衣服讓他直呼 好不習慣 平常我都是在游泳下 所以都是光著身體的 然後只有一條泳裤 所以我一直穿著這個紅衣 然後可以讓媒體多拍一些 我穿衣服的照片 泳池正常比的是身手 渾身肌肉就是他最好的外衣 不過不穿似乎更受歡迎 網友直呼又帥又強 口水已流滿地 像韓系明星連男生都戀愛了 甚至有不少人自稱是王太太 王冠宏奧運首陣200公尺玉碎 拿下排名第二 打破自己的全國紀錄 儘管準決賽失利無緣晉級 不過在29號 還有100公尺的疊勢要比 期盼他能再創佳績 為我國再奪下一面獎牌 記者綜合報導